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的话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这个旗下 第三个呢 整个鸡嘴的话 就是正直 就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的话 就是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往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的话 就是肩鼻的话 就是后仗 或者说是肃战 第六个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双母 即使必见 第七个呢 就是涉夺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就是在你的这个 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呢 就是完全的放下来 稍微就是坐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呢 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 就是那种动力 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呢 就是什么三股金刚书衣 就是压着这个坐臂以后的话 就是从那个幽闭孔当中呢 就是出这个三肢气啊 出三肢气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心里面呢 就是观像 就是从无事以来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 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 就是往外排出 出这个三肢气 这样呢 就是排这个三肢气 双速度这个坐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格 从两鼻孔当中啊 同时呢 出这个三肢气 出三肢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像啊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事以来 以这个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些罪业呢 以黑色其地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排出 这样呢 就是排这个三肢气 就开始念的 之母法 还有这个延启舟啊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呢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信啊 来获得这种降舍 啊啊哦哦哦哦 也就是准处优�独播 XYT 啊啊哦哦哦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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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